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集训 朱婷因为没有参加集训 到了香港一度受到了很多球迷的指责 因为有些球迷认为朱婷到香港游玩 却对中国女排的集训不管不顾 这种不作为的做法 确实不应该成为中国女排的一姐 甚至要求教练组把她驱逐出队伍 所以其实对于朱婷来说 真的是挺委屈的 那么就在最近看到了自己的好友遭遇网报之后 朱婷在日本的老友 一个叫微微在东京的博主 就在社交平台接连发文 炮轰去网报朱婷的一些黑粉 而且在她的一个文字当中 还一视指责排泄 不管朱婷的一些伤病治疗情况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案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排 关注朱婷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这段时间可以看到朱婷在各大社交平台 确实遭受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攻击 本身朱婷是我们中国女排的大工程 但是在这些根本不关心排球的伪球迷眼里 似乎却成为了大罪人 所以她的好友呢肯定是看不下去了 在社交平台接连发布了差不多200个字 来回应怒刺外界的一些质疑 在这位好友看来呢 那么朱婷其实从东京奥运会到现在 真的为中国女排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且这些年呢 也为我们中国女排拿到了很多个冠军 为祖国争夺了很多的荣誉 结果仅仅是因为这段时间要养伤 康婷呢 却遭到了莫名其妙 有潮水般的一些攻击啊 实在让人心孩 她也是难以理解 那么除此之外呢 她还特别强调说啊 那么朱婷其实在刘洋期间 这段这两年时间呢 一直在康复训练吃了很多的苦 但是呢 没有人问津 没有人去关心她 那么现在中国女排准备要比赛了 又开始把她拿出来当枪使 这位朋友认为呢 实在是太不啊 这个人意了 实在是太对不起朱婷了 从朱婷好友这番话来看呢 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 她对于某些攻击朱婷的黑粉呢 感到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们辜负了朱婷这些年 对于中国女排的贡献 另外一方面呢 她这番话呢 也疑似在直接摊牌中国排鞋 这两年朱婷的一些伤病 都是自己在掏费用治疗 而中国排鞋这边呢 却似乎没有提供过多的一些帮助 才会让朱婷呢如此被动 那么包括在之前呢 也有媒体人透露啊 朱婷这两年看病呢 基本上都会自费的 所以为了能够啊 拥有更多的经费 她只能够一边带伤 一边到国外比赛 所以说实话 看到目前的情况呢 我觉得接下来一方面 对于那些真正喜欢中国女排 喜欢朱婷的球迷来说呢 应该为朱婷去沉浸这些谣言 要认识到她的不容易 那么另外一方面 对于我们排鞋的高层 比如说赖亚文呢 和蔡斌他们来说呢 也应该及时出手 来帮助朱婷呢 得到更多的一些治疗费用 安排她呢 得到更好的治疗 早日回归中国女排 毕竟朱婷本身的伤病 就是为中国女排啊 这个争夺好成绩而发生的 那么既然说她的伤病 受到了一个啊影响 让她非常的难受呢 我们官方是否也应该出手 帮她一把呢 这都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希望最终啊 朱婷呢 能够在治疗康复之后 早日回归中国女排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